一能静一张图一句话乍翻全网 大家都以为他跟秦浩出问题了 当时一能静在网上发布了一张双眼含泪的照片 配文是 我把泪含在眼眶里 因为我知道掉下来就输了 随即大家就联想到了前段时间秦浩的一则绯闻 有狗仔拍到秦浩跟一名女子在饭桌上牵手 俩人交谈甚欢 之后一能静到达饭桌 三人一同进餐 有人觉得秦浩背着一能静出轨了 也有人觉得两个人只是朋友 秦浩的行为更像是一种安慰 是知心大姐的角色 但一能静的反常行为 还是让大家把他跟离婚联系在一起 一来最近娱乐圈散伙的夫妻太多了 曾经高喊着没有离婚 只有丧偶的买超张嘉妮分开了 但S跟汪小飞离婚闹了半年还没有结束 如今因为一个床垫登上热搜 不过网友的猜疑并非是空穴来风 大家发现除了一能静的这条动态外 他跟秦浩两人的社交账号都没有互相关注 有关对方的动态也都消失 两个人的可见范围都是半年 曾经秦浩的新剧 一能静都会出来为他官宣站台 经常会发小作文认真安利宣传 但他最近半年的动态里 没有秦浩的照片也没有互动 秦浩账号里也是同样如此 往常积极互动的夫妻突然之间不来往了 也难怪大家会怀疑 他们俩是不是感情出现了问题 一能静的最新回应里 并没有正面回答感情跟婚姻问题 一能静有过一段婚姻 他是秦浩的童年偶像 像一能静求婚时 秦浩许下了这样的誓言 我跟你结婚以后绝对不会有小三 有小三我就自己杀了我自己 半路夫妻还是年龄相差悬殊的姐弟恋 一能静跟秦浩究竟能走多远 一 秦浩在十岁的时候就将一能静奉为自己的女神 一直到秦浩成年 他的女神从来没有变过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一能静是秦浩走上演艺路的引路者 那么曾经的一能静到底有多迷人呢 一能静一家有四个孩子 他是最小的那一个 年纪小的他并没有得到偏爱 家庭条件不好 加上父母离异 一能静十三岁就被父亲安排出道 一能静的父亲将他当摇钱树 他不担心女儿会不会被娱乐圈 这个大眼光所污染 只跟一能静说了一句 以后赚钱了 记得要孝敬父亲哦 因为受不了压榨 一能静逃跑到日本 跟母亲一起生活 他缺失的父爱在养父那儿得到弥补 养父对他非常好 一能静这个名字就是养父为他取的 养父将他送入学校给他最好的教育 一能静也非常懂事 刻余时间兼职贴补家用 也正是在兼职的时候 他遇到了音乐人刘文正 兜兜转转 一能静再次进了娱乐圈 不过这一次他是因为热爱 一能静被安排进了女子组合 在娱乐圈内正式出道 但命运再次给一能静开了个玩笑 17岁那年 一能静生父因车祸离世 什么也没有留下的父亲 最后给他留下了一大笔的债务 为了替付还债 一能静还接拍电视剧电影 因为从小缺乏关爱 一能静非常迷恋爱情 甚至于还有些恋爱脑 电影开拍在即 一能静却因为前男友放弃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不出意外的话 他本该在这部电影里展露头角 可事实却是鸡飞蛋打 电影泡汤 但男友也彻底分手 失去爱情的一能静火力全开 唱歌作词表演全方面发展 还一举拿下了影后大奖 继身一线女星行列 事业一帆风顺的同时 一能静也没有忘记恋爱 他跟哈林走到一起 恋人相恋多年 却一直没有官宣 一能静的青春都在这段感情中耗尽 哈林是个富二代 出生于书香门第 自己也是宏极一时的歌星 热恋中的俩人在美国注册结婚 婚后不久生下儿子哈利 正领了 孩子也生了 因为门第悬殊 一能静一直无法得到婆婆的认可 婆媳矛盾耗尽了夫妻俩人的感情 这段婚姻最终还是草草收场 二 婚姻失败让一能静陷入沉寂 成长经历让一能静钟爱年长的男人 那种具有成熟魅力的男人吸引着他 他能够在此获得安全感 跟哈林的婚姻让一能静认清现实 他对婚姻跟爱情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他在网上发文真的好累 亲人家庭爱情 这些这些组成一个人活下去的情感依赖于付出 却也是牵绊我的原因 2013年的一场小活动 一能静跟秦浩相遇 秦浩终于遇到了自己喜欢多年的女神 一见到一能静 秦浩就展开追求 第二天就约一能静吃饭 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小十岁的矛头小子 一能静拒绝了邀请 他告诉秦浩 别约我 我是想结婚的 秦浩年纪小 对感情却非常专一认真 一能静想结婚 秦浩的想法也是如此 他直接给一能静发消息 你明天过来 我跟你谈结婚的事情 他们畅聊了八个小时之久 认识仅仅三天就谈婚论嫁了 在很多人看来 这话就是一句儿戏 一能静的闺蜜们强烈反对这段感情 毕竟两人相差十岁 一能静还有一个孩子 即使秦浩能接受 那秦浩的家人呢 出人意料的是 秦浩的家人并没有纠结什么 对于秦浩的选择与决定 他们选择了尊重 不过他们提醒秦浩 你要想清楚 如果你们处几年就不处了 那你可就耽误人家小静了 婚后秦浩家人并没有为难一能静 他们生活的十分融洽 一年后在柏林电影节上 秦浩主动公布了恋情 那天晚上 一能静激动的打电话给闺蜜 你知道吗 我一直在等那个主动公开的人 秦浩不仅敢公布恋情 他还敢跟一能静领证结婚 他准备了盛大的求婚 在全网及所有亲朋好友的见证下 立下了他的誓言 我跟你结婚以后 绝对不会有小三 有小三我就自己杀了我自己 两人在普吉岛上举办了浪漫的婚礼 身边邀请的都是至亲好友 一能静儿子也非常同意这桩婚事 他郑重其事地对母亲说 你们在一起真是绝配 结婚之后就面临生孩子的问题 出于年龄问题 一能静怀孕的几率非常低 为了给秦浩生孩子 一能静打针打到全身浮肿 终于迎来了他们的女儿米丽 产后生嫁女儿的一能静 问秦浩婆婆跟公公会不会重男轻女 秦浩的回答非常让一能静安心 他说我从小受的教育 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三在遇到秦浩以前 一能静对爱情已经失望了 一能静是出了名的想作惊 而秦浩是个大直男 两人的成长经历非常不同 不少人都觉得两人长久不了 四一能静跟秦浩成了娱乐圈里的模范夫妻 爱情最好的状态就是一个在闹一个在笑 不过一能静的一个动态打破了这份平静 难道这对夫妻也要崩了 对于众人猜测的离婚仪式 一能静没有正面回答 但从他的两条视频回应中 我们可以窥见端倪 其中一条是一能静较为正面的回答 他表示自己只是用了一个特效 然后就引发了关注 同时他还劝粉丝和网友们要好好地先关心自己 我们家很平凡但有爱 乖算了啊 在这篇回应中 一能静的声明非常引人关注 第一是指引用的特效视频跟婚姻和家庭无关 第二是澄清之前情号的牵手问题 那名女子只是工作伙伴 结合一能静的最新视频 他在视频里叙叙叨叨说了很多 有网友表示听了半天也没有听懂到底在说什么 总结来说就是说明了他为什么会去纽约 一是女儿米粒大了 上小学日常生活规律 孩子身边有人照顾 不需要他担心 结婚初期 他们两个也曾经陷入过激烈的争吵 夫妻之间总是需要磨合的 夫妻之间不可能不吵架 也许一能静跟情号俩人 曾经因为某些问题发生了争吵 俩人生气取关了对方 又或者是删除了跟对方有关的动态 可当我们看到一能静睡眼惺忪 跟大家分享 还在视频中感恩情号 也感谢自己的婆婆 我们可以得知 即使有矛盾 一能静跟情号已经和好 有时候明星之间的婚姻并不是脆弱 而是婚姻经不起推敲 当爱恋暴露在公众面前时 一个小问题也会发酵成无法挽回的大问题 如果一能静真的婚变 相信他压根就不会这么气定神闲的跟大家解释 也不会说一下鸡毛蒜皮的小事 比如自己因为天气干燥了 长了卖力肿 并且当着镜头大方告诉大家 自己老了 被爱是没有前提的 一能静在婚恋场是不优势的 可情号爱上了他 看一个人过的是否幸福 那就要看他的生活状态 一能静的温柔一定是被家人与恋人宠出来的 每个人都向往童话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童话中的公主 人这一生慢慢追寻的 就是那个愿意为了你去创造童话的人